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情況 話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樣 是阿謀整餅 他在近日不斷放風 說在研究要開徵新的稅行 這些建議當然會令市民怨聲再度 明明現在香港處於經濟下行的階段 你陳茂波不去加大力度 扶逆那些中小企業 不去扶逆那些市民不止 你還打算向那些市民開刀 你叫那些市民怎樣頂得順 他最近又提及過一件事 就說不能絕對排除開徵資產增值稅 一開這些稅行 又是萬劫不復的 根本上有幾件事你就不應該搞的 第一件事就是消費稅 第二就是這些資產增值稅 不搞就好過搞 你一搞的時候是回不了頭的 陳茂波 你說就說要增加什麼收入來源 其實你就是向市民開刀 難怪張華峰會說你殺雞取倫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陳茂波說什麼 他就說 政府在2021至2022的財政年度 仍然處於抗疫階段的深度衰退期 經營赤字會達到1400多億元 預算案將部分一次性的舒緩措施減少 需要空間去處理開源折留的問題 至於會不會出現結構性財赤呢 他就說 視乎政府是以什麼態度來開源折留 他又透露 因應物業類別和價值 徵收不同比率的猜響 亦都是當局研究的方向 這個就是說什麼類進制的猜響 他還說到 要探討增加收入來源 不能夠絕對排除開徵資產增值稅 我不知道你說這番說話出來是 說真的還是說笑 最好你就說笑 如果你說真的話 這個資產增值稅是會搞壞香港的 你不要搞這棵東西 第一 你一搞這棵東西的時候 那些準備要賣樓套現 要移民去英國 或者去其他外國的中產 他就將會是首當其衝了 你一搞這個資產增值稅 何謂資產增值稅呢 就是你任何的資產 無論是買房子 買股票 甚至乎是買衍生工具 買交物貨幣 總之你買了任何的資產回來 只要那個資產是升值的 那你升值的部分 就是賺錢的部分 你就要貨稅了 就要交這個資產增值稅 如果他開徵是百分之十的稅率 那你賺一百萬的時候 你就要賣十萬出來給政府 你說這棵東西是不是愚蠢到極 你說不是你向市民開刀是什麼 這些根本上是有問題 就算你說普通的基層市民 他跑去炒股票獲利 賺了五筆東西 你開徵百分之十的CGT 這個資產增值稅的時候 他就要賣五千元出來 那哪有人 還要你那個稅率 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通常都是增加的 不會減少的 這棵東西一搞起了 他就會不斷升的了 一開始的時候 就當然是低一點的 搞一下就升到兩成三成都有資 就是說你賺一百萬回來 分分鐘你要吐二十二三萬出去 那有什麼意義呢 是不是先 喂 香港是以什麼建稱 陳茂波 香港是以低稅率 還有是以簡單的稅制建稱 你在假床疊屋搞這個 搞那個你想怎樣 你是不是想搞回香港 請問 很多市民一定是會反對你開徵新稅項的 根本上現在你收的稅項已經是夠了 對不對 已經是很完善了 你還要搞更多出來的時候 市民是會百上加根的 說回來 為什麼說你一旦開徵這個資產增值稅的時候 會對於那些準備賣樓移民的中產家庭 是會首當其衝呢 因為那幫人 如果他想著都不回香港了 那麼他跌了心水去外國生活的時候 就當然要賣了香港的資產 如果他不賣 但是啊 到時候入境外國 他又要交回那個資產增值稅的 那麼你現在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的 他當然是賣了他先 這個是人之常情來的 好了 那麼你如果一旦去搞這個資產增值稅 你就是說在香港賣的資產他都要交稅 那麼他又賣樓賣股票的時候 喂 那麼近年來都說 絕大部分那些私人樓宇他都是升值的 就算說買股票 大部分都有升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香港搞這個CGT的時候 喂 那麼他一賣 那當然是水瓜打狗不見一覺 那麼他移民的時候 那他能夠套現那筆錢就少了 所以這幫人就肯定首當其衝的 所以你最好就不要搞 搞來幹什麼 是不是人家走就可以走 你又搞了這些 就趁人家走的時候又撈人一筆 所以最好就不要搞 還有的就是 你這樣搞這些資產增值稅 就只會是渣乾香港市民的 真的正如張華峰說的 是殺雞取卵 因為那些市民他憑著自己的眼光去投資 無論他是買樓也好 或者是買股票也好 他賺了回來的錢 他為什麼要跟你特區政府分 這些是沒有道理的 對不對 不單止是說股票或者是樓 就算你說現在那些年輕人去炒Bitcoin Bitcoin升了他也有本事找你出來 走去收CGT的 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你不申報 你就是瞞報的 他一樣是可以收的 總之凡是資產 他也可以納入資產增值稅 這些根本上就是天羅地網 不搞就本來無一物 你一搞就容人自擾資 唉真的 好 還有就是一搞這個資產增值稅 究竟會對於那個樓價會有沒有影響 會不會暴跌呢 有不少人就憧憬 一搞這個CGT就會樓價暴跌了 我的看法就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那個樓市基本上 在說二手樓市 就是賣家主導的 因為有七成的私人樓 就已經供滿了一個按揭 另外有三成的樓 還有是供給按揭 那三成的樓當中 有多少是自主呢 那就沒有統計了 好 問題就是 如果你大區政府 真的搞這個資產增值稅的時候 就是說那些業主 一賣樓 如果他賺了錢 他就要偶一奪出來 給你大區政府 那時候 喂 如果他那層樓都供滿了 他沒有一個賣樓壓力的 你說他賣樓的時候 會將那個CGT的成本 會不會轉嫁給買家呢 那你想一想 他一定是會 將某程度上的稅項轉嫁去買家 這個很正常 所以短期內就會有機會 進一步推高樓價 因為事實上 香港都是有剛性需求 比如說那些剛剛結婚的年輕夫婦 他也是雙職家庭來的 兩個都是專業人士來的 這些人絕對就是買得起有餘 這樣的時候 他去買 他就買了貴貨 當然 長遠來說 這個CGT 會不會是壓抑得到樓市呢 我相信 絕對是會的 因為 你那些業主 如果去炒樓獲利的時候 要偶花筆出來 他那個投資意欲 自然就會減少了 所以你說一開徵這個CGT 對於穩定樓價有沒有一個作用 我認為是會有積極作用的 但是你剛剛開徵那一期 那你由於現在的樓 有七成已經是供滿了 那那些業主賣樓的時候 他用什麼遷就你呢 你買就買 不買就不買 那樓市有機會是出現乾性的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當然長遠來說 資產增值稅對於穩定樓市 是會有積極作用 不過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要考慮 就是現在全球都是無限量化寬鬆的時候 你根本上 如果那些人是要找一個地方去避險 把那些資產避險 他也是會投放在樓市那裡的 所以長遠來說 你不要只說樓市 其他的資產都一樣會升值 因為那些銀子是會貶值的 好了 然後又說一下這個 陳茂波他諸多建議的 他一時又說 增加這個印花稅稅率 就是經過了通盤的考慮 就從0.1%增加到0.13% 其實這些數字也是穩定的 你根本上就是加了三成 你就直接說 什麼0.1%到0.13% 就是加了三成 你就是加了三成的股票印花稅 好了 他就說買股票 主要不是考慮成本多少 而是能不能夠賺錢 他舉個例子就是 100萬的股票交易 只是收多你三個水 這個印花稅 你對著那些老散說 你當然是說100萬收多300元 問題就是 你現在港股每天的成交額 這麼大 講幾千億計的 那些大戶 是很貴金的 對不對 你要跟那些人說 你跟那些散戶說有什麼用嗎 但是就算是散戶 他交多幾十元給你 他都不願意 浪費 你真的說幾十元不是錢 你三十幾萬未開頭 就當然了 分分鐘你跌了一塊水 都不會收拾 對不對 你跟市民說 根本大家都沒有共鳴 浪費 真的 然後又說要搞什麼雷進制的差響 總之你陳茂波就是沒有那樣整那樣 搞到香港的稅制又這麼複雜 香港賴以成功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低稅率 第二就是簡單稅制 我希望你陳茂波真的要 下三思而後行 不要搞這些東西了 你搞來幹什麼 我沒有持有資產的 不過我只是替那些人發聲 喂 你真的有問題 對不對 你搞這些東西是沒有作用的 那些中產本身的收益已經是最少了 但是他交稅是最多 你現在還要在那裡淹它 其實那些基層都會受影響 基層也有炒股而已 傻瓜 對不對 總之你沒有那樣就整那樣 有利民生的東西你又不想多些 或者派過什麼電子消費券 五千元就分五個月派 沽寒過什麼 派過一次半次錢 加多個電子消費券 就想撞到人家一頸血 希望陳茂波說一下就算了 不要執行這些東西 你一搞的時候 就會令到很多市民覺得 喂 香港都沒有什麼值得留戀 那麼他會離開 你加上稅那麼高 那你加上稅那麼高 那他不如乾脆去外國 是不是 他用不著留在那裡 唉 真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